精彩继续 探龙第六百四十五章 那何啸痴知道自己活不成了 被羊子丢入海水之中 齐腰截断 双臂又粉碎 身体如同葫芦一般 随波沉浮 肠子什么的 脱在海水之中 异常怪异 恐怖之气 海水可咸 因着伤处更加疼痛 依旧是骂不绝口 骂几句惨叫两声 各种歹毒言语 各种诅咒毒势 各种咬牙切齿 恶毒已经不足以形容 丑陋一面尽险无疑 惨叫声 愣是让羊子身上 骂得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羊子心中安安庆幸 如此恶毒之人 自己刚才竟还想放他一条活路 这样的人活在世上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就必定还会害人 得亏老天爷将他收敛 至于将来见到何卫道 怎么交代 将来再说吧 何笑吃骂了片刻 海水逐渐灌饱 加上流血过多 终于不再动它 缓缓地沉入海水之中 相信要不了多久 就会成为此地生物的食物了 其余等人虽然逃过大难 但仍旧一个个心惊柔跳的 刚才那海水倒灌的威士 无人不惊啊 窃窃感受到了 什么叫做水火无情 人在大自然面前 完全没有抵抗的余地 就算你胸围再高又如何 依旧不过是蝼蚁一致 众人都认为 郭恨肯定也没了 不是死了 是没了 这般水压下来 他精神已破 又受重伤 哪里还能承受得住啊 现在应该已经暴力而死 成为血沫和肉血了 他们当然不知道 郭恨身上还带着一颗 六芒神珠 如果知道的话 想尽一切办法 都会再回去探查一番的 但那颗六芒神珠 是郭恨之前神志不轻时 被赫连春水骗去的 现在又抢了回来 由于珠子抢的时候 大家都在海底 对于夜叉台上 所发生的事情 一概不知 自然也就不会再冒着 生命危险回去寻找了 几人惊魂烧定 稍作修正 一致决定顺着山洞 往里面走 其实也没有第二个选择 外面已经被海水灌满 整个无形气罩 隔离处的空间 已经完全消失 神罗岛已经不复存在 这个时候出去 就是送死 经过连番大战 众人体力都是严重透支 而且水米未尽 就连金玉龙 脸上也露出疲倦这色 好在这洞穴 是越往里面走 越是宽阔 坡度也是越明显 逐渐出了淹水区域 虽然依旧湿滑 但大家相互扶持 已经好走了很多了 杨子依旧不敢大意 这洞穴存在海中 不知道多久了 这等恶劣环境之下 还不知道 里面会不会居住一些 什么兄弟之物 现在众人都是精疲力尽的 自己更应该打起 十二分的小心来 当下杨子率先开刀 小冷秋 金玉龙紧随左右 身后跟着金玉珠 和抱着叶小青尸体的 刘俊辰 短天怒电后 一行人 缓缓顺着洞穴而行 好在坡度并不算陡峭 就在四五十度左右 虽然施滑 大家都有功底 也还算是不慢 一直攀爬了 大约四五里路 洞穴开始迂回起来 争现出环形上升 每隔一段 都有一处明显是 人工打磨的平台 可供休息 而且一直也没见到 有什么凶险之物 众人走走歇歇 倒也不累 此时杨子 已经是稍微放松了一点了 金玉龙想在前面 边走边回头就问道 杨子 你说这是什么个情况啊 该不是何小师 当年为了进龙宫 挖出的秘密通道吧 杨子一摇头 不像 这可是大工程 何小师之前 虽然有点势力 可根本撑不起 这么庞大的工程来 跟在后面的金玉珠就说 还要问吗 这种工程 不但需要巨大钱来消耗 还得众多的工匠 此处原先应该就是 直通海底的洞穴 加以利用 才成这样的 能够有这么多钱 这么多人 这么大势力的 除了古世帝王家 谁还能干得出来啊 旁边萧冷秋 也接话说 玉珠说得不错 应该是大唐时期 李春风在神罗岛上 布置紫微镇煞之事 用来上下通行的通道 不然的话 紫微镇煞那么大阵势 要就靠李春风一个人 累也得累死了 紫微镇煞完成之后 将深海仓皇 镇于海底深渊 但这种洪荒凶物 即使是李春风 也不敢大意 必定会派人把守的 这个洞穴 应该就是成了 把守之人 上下出入的通道 但历史的车轮 总在滚滚前行啊 辉煌一时的大唐盛世 随着安室之乱 走向衰落 其后 藩镇割据 使唐朝愈发的混乱 朱温杀百官 图换阵 废唐挨地 自立为王 定国号为梁 正式结束了 立一堂政权 随后朱温 有因激励问题 被其子朱有归所杀 就算朱温 在大唐围观时 知道此地 这一忽然被杀 这里啊 也就彻底迷失了 实际上 很有可能 到了大唐后期 这里就已经 没人把守了 朝廷动荡 各地众将 只想着争夺地盘 百姓名不聊生 谁还会想到这里 没遗忘 也是正常 说到这里 小冷秋苦笑说 反倒是我们六门中人 两千多年来 一直苦苦追寻 传说中的神罗道 说穿了 也不过是为了 无字天书 和六盟神珠 其实想想也是无聊 一个强盛顶沸的 大唐盛世 也不过区区三百年 随后就被世人所遗忘 人生一世 草木以秋 就算修为再高 又能如何呢 百年之后 又有谁会记得我们呢 众人听他这么一说 也是一阵感叹 尤其是刘俊臣 自从叶小青死后 一直就没怎么说过话 这番话倒是戳中他的心窝 稍微好过了一些 众人一路走一路说 不知不觉之间 已经看见上方洞口 撒下的光明了 金玉龙一发现有光 顿时狂喜 也不管众人 飞奔而上 登登登就到了洞口 洞口距离通道尽头 不过两三米的高度 这点高度 对于金玉龙来说 并不算是 网上一纵 手一伸 拉住洞口石块 双臂一较立 蹭地一下 就翻了出去 金玉龙刚翻出去 就响起一声轻叫 我操 这是什么地方啊 怎么会有这么多尸体啊 看上去还刚死不久 谁下了手 给龙爷出来 您刚才说探龙 下集更精彩